其实蛮可笑的 桃源市长张善正日前到基隆挺谢国粮反罢免 直北北基陶贡推1200月票成果好 民进党秘书长林用昌今天去基隆参拜 对于国民党抢功劳的行为也做出回应 国民党的市长因为这个罢粮要来收割这个所谓的挂丢阿妹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不足取 其实人民也会看在心里面 不只前基隆市长林用昌打脸 对于1200月票系统是谁的政绩 就连罢免公民团体都忍不住跳出来痛批 北北基陶1200与双北1280是完全不同事由 不知道是不是国民党自己都搞不清楚两个政策的差异 亦或是只想偷换概念呢 1200月票也的确是行政院交通部所推出 对于一个百年政党居然犯如此低级之错误 还印证言辞不知反省 实在令人不声唏嘘 面对排伤倒海而来的质疑 今天国民党随即在脸书晒出时间轴回应 国民党表示在2022年10月 时任桃源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与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出席立法院公厅会 就已推动整合北北基陶的大众运输月票系统 希望能让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交通更加便利 只能说拆梁固梁持续隔空交战 明时新闻陈崇瀚基隆报导 您可以收到这个地方 中文字 graphic 中文字幕续铁囁 中文字幕续铁图 中文字幕续铁图 un征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